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从以前的三期减肥视频里 了解了体格指数 针断肥胖 瘦素的功能 以及它受影响的因素 还了解到 根据脂肪储存的部位 肥胖可以分为 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类型 其中内脏脂肪型肥胖 是导致糖尿病 脂质异常症 动脉硬化 这些生活习惯病的主要因素 那内脏脂肪是怎么和这些病串联上的呢 科学家发现 有两条途径 其中一条名叫代谢 另一条叫内分泌 在代谢方面 由于内脏脂肪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比起皮下脂肪 有着更高的合成和分解活性 当身体内能量过剩的时候 很容易以内脏脂肪的形式储存 但是储存并不安定 也很容易代谢分解 分解的产物通过血液进入肝脏代谢 在这个过程里 而引起脂质异常症 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脂血症 高党固醇血症 这些分解产物 还可以使身体对胰岛素 这个有降低血糖作用的主降 产生抵抗 而引起糖尿病 那在内分泌方面 内脏脂肪细胞本身 还是一个生产加工厂 可以合成并产出 很多种有生理活性的 脂质细胞因子 比如 有可以增加胰岛素抵抗的 引起血管壁炎症的 有促进血栓形成的 还有引起血压上升的 以及通过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而引起高血压的 各种有害因子 这些脂肪细胞所产生的 质的异常的结果 就是导致糖尿病 高血压和动脉硬化 这样的生活习惯病 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 肥胖时脂肪的蓄积的食指 是脂肪细胞体积的增大 以及数量的增加 就是脂肪细胞的量 发生了异常 它的结果所带来的体重的增加 而引起身体的伤害 也有很多 比如会增加关节的负担和损伤 而引起 变形性关节炎 腰疼症等等 甚至还会压迫呼吸道 而导致睡眠无呼吸综合症 脂肪细胞也分泌对人体有利的因子 比如瘦素 就有抑制食欲 促进代谢的作用 还有脂帘素 它是有对抗动脉硬化 以及抗炎症的作用 还可以帮助身体 提高对胰岛素的感受性 但是 内脏脂肪的蓄积 会使这两种良性的脂质因子的作用 低下 那了解了脂肪细胞的 质和量的异常 以及它们的作用途径 和进一步带来的健康危害 就可以很明确地促使我们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来做好生活习惯病的预防 下一期视频 我们将一起来了解 肥胖 高脂血症 高血糖 以及高血压 这些危险因子数 与冠状动脉积患的关系 敬请期待 好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